本節目由 紙牌屋 Portown Store 贊助播出 有玩PTCGO的線民 可以到Portown Store購買序號 輸入代碼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天線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這一個 雷吉 朵拉哥的牌族 也就是大家俗稱的龍柱齁 作為這個版本 蒼空列流 雷吉 朵拉哥 甚至許多小人牌玩家中的希望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天線我會如何構築這一副吧 首先我們的雷吉 朵拉哥 放到3張 一般看到的這部牌可能都放到4張滿 不過我們這部牌除了他以外 還有其他的副打所存在 所以在思考下 這個還是只放到3張而已 如果你想要放到4張滿 也是可以的 他第一招2個5 打30 這招是偶爾會用到 不過通常會直接推他出去 打他的第二招 兩槽一火打240 然後減去他這隻寶可夢 身上的傷害指示物 乘以20的傷害 在小人牌當中算是非常強勁的 那他的副效果是 隨著他自己身上的傷害指示物數量 慢慢的去遞減他的攻擊 不過就130這個血量 通常打出這一拳後 會被直接一拳收掉 那就算沒有一拳收掉了 我們後面還是有其他 可以讓他reset的手段 再來是我們甜人的方式 是這一個櫻花寶跟櫻花兒 這邊的比例是放到3-2 那我們來介紹櫻花兒的特性 春浪漫 在自己的回合 可以不限次數使用 從手牌把任意的草能量 填到我們沒有規則的寶可夢身上 那所謂的規則 就像我們巨塔跟寶可夢一 這邊會有一行 就是這隻寶可夢 氣絕的話 對方是拿幾張獎勵卡 那相反的 其他像這個 一般的小牌 就是所謂的沒有規則 另外還有在開放賽制所使用的寶可夢卡 他也是有規則的 對 雖然他一樣是一張獎勵卡 簡單來說就是他可以填在各個小牌身上 去做一個打手的動作 那接著來介紹我們的副打手 啃果蟲 跟這個 蘋果龍的組合 欸 啃果蟲這邊 大家可以依據自己喜好 我是放這一個啦 一炒一火還可以做輸出的 打基本石 加上硬幣直到反面的時候 接著以我們硬幣這邊的次數 去增加成以30的傷害 我覺得這個會是比較有轉機的 另外也可以放那種類似保護自己的 不過那一樣要紫銀幣 接著一樣是這一次 暢空列流所出的蘋果龍 他就算是一個非常強的小打手喔 第一招強酸連翼 一無就可以使用了 然後是看對手場上的 特性寶可夢數量乘以50的傷害 等於是一個非常強勁的狐怕那種感覺 那通常對方如果備戰來到三隻的話 就可以打出150 對比越時造成半血 即使他只有鋪足兩隻打100 也可以搭配雷基多拉克去打到340的傷害 那再來他的第二招 一炒一火 然後打八神 加上對方的戰鬥寶可夢 是寶可夢V的話 可以打出160點的傷害 如果對方真的一隻特性寶可夢都不下 我們也可以運用第二招 去造成一定程度的壓力 除了兩張蘋果龍 這邊還放到一張劍盾第一彈的蜂蜜龍 這張蜂蜜龍就很細節囉 他的特性是美味香氣 一回合可以使用一次 我們只要硬幣直到正面 就直接當寶可夢捕捉器 把對方的備戰寶可夢任意抓一隻出來 每一盒都有二分之一的機率 可以使用到我們老大 去抓我們想要的寶可夢 那種想要牌 通常會面對到最後拿不完獎勵卡的情況 這時候就能運用這張蜂蜜龍 去達到這個目的 一開始其實我原本是想要 專門組雷吉多拉哥跟櫻花兒的組合 那這方面也是我們家試聽完告訴我說 欸我們新出這張蘋果龍 還有以前出的這一張可以抓備戰的蜂蜜龍 可以形成一個簡單的小系統 一方面可以補足 朵拉哥不足的傷害 另外一方面我們又可以拿完最後的獎勵卡 然後接下來放到一隻夢幻 夢幻這張還是一定要放齁 連擊打我們雷吉多拉哥到備戰會拿到120 雖然他剩10滴還不會棄絕 不過他等於第二招是打不出傷害的 再來我們綠牌有放到一張冬中樹 還有一張花無尿 這邊的話我覺得這兩張是缺一不可 花無尿我覺得在小籃牌是一個非常長大的卡片 因為我們總共會棄絕的次數大概是4到5次嘛 那有了這張花無鳥 我們就可以以兩張獎勵卡的狀態下 最大限度的抽牌啦 好那這邊就是我們寶可夢的構成 接著物品卡的部分我們心理球放到了4張 等級球也放到4張 以及我們的寶可夢通信放到1張 沒錯這邊心理球跟等級球放好放滿 因為我們這副寶可夢除了主打手跟兩張綠牌寶可夢以外 其他的寶可夢都是在血量90以下的 等於我們後期只要放一張等級球 就1分之1的機率可以使用到老大 非常的強好不好 那這邊通信的部分則是放到一張 如果你想要放兩張也是可以的 再自己去做調整 之所以不放到熏箱是我們這副寶可夢數量夠 整體寶可夢數量如果在15張以上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投入的是通信而不是熏箱了 再加上我們卡牌的情況 如果是為了要用寶可夢來做抽率的話 通信的效益會比熏箱還要來的大 接著是我們這副牌算是換位的方式喔 我們有放到兩張的回收網 還有兩張的氣球 氣球的命大家應該沒什麼問題喔 那至於回收網放兩張 主要是應對我們這一個雷吉多拉哥 他身上如果有帶傷害的話 可以運用這個回收網把它拿回去手上 那麼再來其他回收的手段有這一個 普通掉桿兩張 能量回收一張 以及這一個救援行李箱一張 前期如果不小心把太多火能都丟棄的話 可以運用這一張洗回去 那再來是這一張也是這一彈的新卡 救援行李箱 他算是小型的救援單架 可以從氣概去選擇兩張90血以下的寶可夢 加入到手牌 跟等級球上面做了個呼應 所以我們的普通掉桿也可以選擇 先把雷吉多拉哥、花巫鳥、東雄屬這一類 沒有辦法用行李箱救起來的寶可夢 洗回去排庫 其他的寶可夢就交給救援行李箱來救援啦 然後再來還有放到一張的重置印章 其實我有點想換到兩張 這部牌空間其實算滿擠的喔 這邊是我們物品卡的部分 再來是介紹到我們志願者 不是的研究 放到了四張 馬力放到三張 這邊抽離志願者 因為是小牌的關係 所以我這邊的比例放了多一點點 另外還有放到兩張這一個 名一 在最後牌因為我的甜點手段是恩花兒 所以我沒有再放到七八娜這張新卡 他可以拿寶可夢、能量跟訓練家 在某種程度上跟最後牌的相信是非常的搭配 以及放到我們兩張的老大的指令 那麼近地場的部分 這邊則是放了兩張的訓練場地喔 這兩張我覺得算是非常的關鍵啦 雖然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幫到對手 不過如果我們能夠每合都能打出拿240的傷害 對我們最後牌還是影響較小一點啦 接著能量的部分我們放到了三張的基本火能量 還有這邊總共是9張 等我調一下 9張的基本炒能量 3加9總共是12張 前起鋪場的時候 我們可以運用博士研究跟動動鼠 把能量累積寫到七白區 可以讓我們的訓練場地 還有能量回收可以準確的回收回來 能量的比例我覺得是不用調啦 另外有些人可能會放到之前的克拉拉 就是可以從我們七白區選擇兩張寶可夢 以及兩張基本能量一次加入的手牌 不過克拉拉這張強卡主要是偏在後期使用會比較強一點 前期如果要幫助我們鋪場跟叫出關鍵打手的話 會是稍嫌不足 所以我這邊是沒有放到克拉拉 好那這邊就是我們這一副牌組的構成啦 喜歡影片的話呢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並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個小時 我們到最後都是用著去的 的時候看我們是很快時盈 你必然會做得多重 我們到最後買手 我們到你看看能力 解釋放到可以視乎 我們到我們到你 我們到 Сейчас 我們到我們алаお beaucoup 我們到你們了 我們到你們